我们看这一段的字迹解说 阿纳利 阿纳利是梵语翻成 这个华言叫无媚 他过去是因为诗识 得生人天中瘦肉 至今不媚 所以称为无媚 他是佛的从弟 就是甘露饭王的儿子 霍天脸通称为天脸第一 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 那么在法院诸林 南灯篇第31卷35 就是我们这一篇 就是从法院诸林 南灯篇第31里面摘入出来的 阿纳利 阿兰当时见到 阿兰见到自己 就寝室佛陀了 这阿纳利 他过去生有什么业 有造什么业得到这个天脸 佛就告诉阿兰 在过去91节 匹婆施佛入内盘以后 那么当时阿纳利在那一世的时候 他是做盗贼的 他就曾经到佛室里面 想要去拖这个佛塔里面的物品 刚好在佛塔里面 佛前有点灯 那么灯快熄掉了 阿纳利在那一世当盗贼 他就马上用剑 把那个灯芯把它挑起来 这灯又恢复光明了 可是灯忽然恢复光明后 恢复大光明了 突然间光变得很亮了 把阿纳利吓到了 毛骨悚然 他就自己 告诉自己说 我不能再拖这个佛塔的东西了 我假如能够舍物求福 我为什么要去拖道呢 所以他就不拖就离开了 就是因为他把那个灯芯 把它挑起来 这样一恋善心 忏悔了 回光环照 不再造恶 不再当小拖了 或者点灯燃灯共佛 因此他中了这个福德的因言 所以从那时候 九十一节以来 他常常投生到善处 到好的地方 而且渐渐的修行 舍掉他累世的恶习气 那么福报就越来越增加 那么在这一次碰到释迦摩尼佛 出家修行正阿罗汉 所以得天年第一 可是这个得天年第一 有个公案 我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因为阿拉利刚开始 还是有这个累世的习气 他过去都当过盗贼 所以他还是 还有累世的习气 他比有点懒散 那佛头在开车的时候 因为他懈怠被佛头复制 那么他是 我们刚刚有提过 他是释迦摩尼佛的亲戚 王主的后裔 就是甘露贩王 就是这个甘露贩王 甘露贩王的儿子 那么因为他出生在贵族 所以他不知道人间疾苦 但是他有一个好处 他求到的心很坚定 而且季节少女的求婚 可是他在佛讲经的时候 他打瞌睡 大概是因为阿拉利 昏存以后 打瞌睡了 佛头就对他说 多多如好睡 一岁一千年 不闻佛名字 就是说你一直睡 你来生他事 你就变成这个雷习 他是那个 磅哈 他就是一种那个 他外面有硬口齿的这种生物 他当时听到佛头这样喝醋以后 他立刻忏悔 从今以后 他就忏悔发愿 从今以后尽行受 我再不睡眠 不睡觉了 他就很专心的一直在修 后来修得太用功了 眼睛湿气光明 佛头也欠他 佛头说阿拉利你不要那么辛苦 可以了 他就坚定了 非开智慧不可 后来佛头 因为阿拉利眼睛湿气光明 看不到 佛头还亲自为他缝制三衣 而且佛头教他 修洗金刚造明三昧 获得天然通 可以看见三千大千世界的阿拉利 正的这个果位 所以他这个精进不屑的精神 精进不屑的精神 安享自在的修行传道 阿拉利不愧是天然第一 他是这样成就的